翠芬曾经遇过邻居不满你穿高跟鞋的声音 我曾经有遇过一个邻居 他就是不喜欢我穿高跟鞋走路的声音 我也不知道他不喜欢我穿高跟鞋走路 我也完全不晓得 有一天他做了一个举动 真的有把我吓一跳 通常我出门都要锁门 把门锁好之后然后进电梯 然后他就在我进电梯之前 他就冲进去 冲进电梯之后 他就把每一个楼层都按了 然后他就开始看我的表情 很挑衅 他很挑衅 他就看我说我会不会生气 我就是若就是很自在的 然后就一点事都没有的样子 我不能表现出我有任何愈怒都不行 我就是要非常非常的镇定 因为他就是要看我生气 然后不高兴的样子 他就觉得他赢了 我不能让他赢 后来我发现 如果是我我会把高跟鞋一脚脱下来 把他这样拿起来 然后把你再抓痒 后来我发现他对走路生特别敏感 我后来又有另外一个发现 就是因为他家正楼上 我家不是住在他正楼上 我是住隔壁 那他家正楼上是住我的朋友 那我的朋友刚好他平常都在外面工作 然后他家里住的是谁呢 一个老妈妈 而且是不良于行 那他那个老妈妈后来饱受惊吓 那我朋友就很苦恼来跟我讨论说 你家隔壁那个邻居 他会做一件事 我妈都被吓得半死 我说什么事 他说那时候没有正楼器 他拿竹竿 然后去戳他们家的天花板 叫蹦 蹦 蹦 那个也是正楼器 就是那一台不用钱 那一台不用钱 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说 怎么办我妈一个人在家 所以他很害怕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后来我慢慢地观察这个邻居 我才发现说 原来他对别人的走路生 是很敏感的 那其实他不知道 那个妈妈根本就不良于行 根本没有生意 对 他其实根本没办法走路 他是坐轮椅的 那也许他推轮椅的生意 他觉得是有一点噪音 但我后来自己做那个身心科 就是做健康 在健康整所工作之后 我发现有一种人 他们是对于声音 是特别敏感的 一点点 像譬如说我们一般人觉得 都在容忍的范围内 可是对某一种类型的人 他们就超过 他们可以容忍的范围 所以他们对于任何细微的声响 他们都很敏感 对于某一种대势量的人 所以在某一种